ABL 東南灣職業籃球聯賽 今天看到香港東方作客是富邦勇士 今天的開場嘉賓請來台灣藝人郭書堯 看回比賽 穿你藍衣是富邦勇士 白衣是香港東方 富邦勇士進行一場back to back的第二場比賽 昨天他們擊敗聯盟1的吸血鬼 今天迎戰香港東方 說到香港東方今天是以日待勞 甚至趁對方的中風不夠高 開始的時候是強爆中間 剛入球的就是55號的荷里菲特 這邊入球的就是他們的陣競急分王 就是OG美奧 一個急停的三分球 一度領先過就是11比7 論名氣或論近跡 都是主隊的富邦勇士佔中上風 但是打出來香港東方絕對是超水準 剛入了一個三分球就是拉利羅斯 今天東方正選方面都變了陣 用了就是紹榮打一個正選 這個就是我們認識的Iso 這個球就做了一個三協勢上籃 在第一節我們看到富邦勇士 無論在球員的質素 做得的合作和士氣方面都很高 所以可以這10分領先是第一節 雙方分野 不過第一節之後出現很大的形勢變化 這邊看到今天打正選的陳紹榮 也有一球三分球 打完第一節 就富邦勇士領先30比20 現在看第二節的賽事 這邊看到富邦勇士的隊長蔡文誠 轉個球過來給Ogimeo 中路的突破 放個高拋搞定 這個球Ogimeo是完全不捨身的 冒著被人撞爆嘴的危險 是飛過去打的 輪到東方的進攻 今天在第二節方面 就得不得就是張文平 這個後備出道來的球員 今天不斷在三分線上貢獻 不單止他 就連徐婉成也有很好的發揮 徐婉成今天出道來 除了進攻有三分 防守兩邊的雜軌都很勤力 今天看到高士拿打起來不毒食 甚至這邊很專注撿了一個死雞 就是28號的張文平 是的 以往高士拿就比較浪射 但今天明顯他的角色上 是減低了這一類的情況 變了令到其他本土球員 都會有很大的發揮 其實第二節 因為徐婉勇士的三分球 嚴重死火 加上我們看到有幾個好運球 明明失敗了 都被白心的東方撿回 這個球有少許走步嫌疑 球證當然沒有問題 變成了積分是反盤 反超前 這個球看到全程掉了 但撿著撿著撿著 撿著撿著撿著 還可以給外面的紹榮 接著就是阿拉利羅斯 看一看進攻時間沒有多少 決定自己來入三分 所以第二節是贏盡所有的統計 沒錯 阿拉利羅斯半場獲得17分 三分球更加兩射兩中 打完半場 東方領先55比47 現在看到下半場的比賽 對,這邊看到蕭建勳 都在零度位射了三分球 高士 今天他比較多一點 就是向來線的進攻 跟他之前打過幾場球 明顯的進攻方面有些不同 至於對方的中鋒 加西亞很喜歡射這些 18尺左右的中距離 曾經最近追到60比64 四分的差距 但有個情況出現 就是加西亞四範 令到他們的實力會減弱 這邊是一個三分球 追越追越近 就是這段時間 四分的差距 又多的是0號的賴庭欣 這位年輕球員 蔡文誠 中國球分到過來 OJ Mayo 三分 進入三分後 被東方打出一段 6比0的攻勢 這邊是橙底拉利羅斯 騙過對方的防守球員 是命食他的 偷到這個球之後 東方有個反擊機會 這個球很漂亮 張文平 見到跟進的 就是自己的隊友 賀里菲特 讓他做一個拆利屋 趁著對方做四範在星的 球員不在陣 可以說是如取而愧 今天東方突破分球30度 再轉到0度的三分球 戰術力很臭 帶著四個過範 加西亞也要出來 幫球隊搶分 不過無奈地 今天很明顯 見到連續第二場的比賽 明顯每個球員有點累 這個球隊隨遠成 更加壓過艾數上纜 今天他在後備出場 拿了11分 整體 今天香港東方 隊伍做得很好 又是這個戰術 讓邵榮入了三分球 是的 今天東方的三分球 命中率高達五成 30次起手 中18球 其中張文平的三分球 今場更加九射六中 後備上陣 拿了20分 其實到了比賽的尾段 東方一直都控制著 比賽節奏 拉利羅斯今天下了27分 最終帶領東方 在這場比賽 以105比78擊敗富邦勇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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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一下子 謝謝 小明蘇 請 小明蘇 請 請